嘿,哈囉,各位螢幕前的師兄師姐您好,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WixEdit的最近推出一些功能 因為前陣子我都在忙其他的專案 還有看一下它的EditX這個新的模組 那它上一個版本Edit這部分其實推出很多更新的UI的設計 很適合台灣這邊使用 比方說像之前我們有一篇影片提到說LINE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不用自己上傳LINE的圖片 它裡面就有內建這樣的UI 而且特別是在行動版的UI設計非常好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怎麼去使用吧 那影片的下半段我再分享一下怎麼去把你 手機LINE通訊軟體的特定連結 就是家好友的連結如何叫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切換到行動版左上角這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Mobile Tools 等一下 然後這就是有一個快速的UI連結 我們選一下它就自動打開了 我們這邊就可以去切換 看你要新增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看這邊就多了一個LINE 沒錯吧 嗯 再 還有YouTube 最多就五個而已 那不要的部分可以把它刪掉 像我不要Email Remove 電話我也不要留 右邊這邊有連結 右邊這邊有連結 嗯 嗯 然後調整順序 看還有什麼連結 Instagram 還有聯絡表單也可以用 好 好那我們就留這三個就好了 然後再來從這裡 設定 可以去Layout 滿版的顏色 會是純黑白 會是純黑白 還有左邊 那我用這個好了 然後 然後 還可以客製化顏色 嗯 好用這個顏色 OK 那如果設定 如何設定連結 點一下 應該點一下這邊 setup 然後 那記得 New Window就是讓它LINK開行也 然後開始把我們要 要的連結貼上去 那等一下我分享 怎麼把LINE的連結 貼上 應該是 S 對 Facebook YouTube 我們要 客製一個新的 看看 做一個 DONATE 用一個 愛心 DONATE Web Address 可以改名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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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樣就完成啦 這邊就快速連結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行動版的LINE怎麼叫出連結吧 OK 然後這個連結就叫出來了